四川麻辣总是充满惊奇 像是水煮鱼 名为水煮听起来很清淡 其实是用麻辣汤头来煮鱼片 整锅红红火火的入口开胃刺激 这滋味从起源的四川一路窜红横扫大陆 现在几乎各省各市都能吃到水煮鱼 来到台湾也大受欢迎 粉顶韬客吃了都会忍不住多点两碗饭 小心烫 水煮鱼来咯 红火通通一上桌 台客老饕快熟海咯 因为焦滴滴的美味就藏在里面 一般鱼它只有鱼片的而已 可是它这个还有带一些 应该像焦脂的鱼皮这样 QQ滑滑的很像猪脚皮的感觉 好吃鱼的老饕一吃就知道 这条鱼很不一般 石斑鱼焦脂多肉直弹 搭配厚重红油麻辣带劲 舍尽感受跟着刺激冻干 一喝下去有那种又辣又麻的 那种感觉这样子 就跟外面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有辣 然后又带点鱼的那种嫩感 蛮疗愈的 因为舌尖会刺激麻 然后麻麻辣辣香香的 是还蛮疗愈的 边享受边其实可以摸摸 吃到两碗饭 又麻又辣红艳索脆 水煮鱼起源四川 菜名看着清淡 其实香麻浓重 滋味与麦相都功能的安 我认知以为就是用水 把鱼煮熟而已 可是真正水煮鱼上桌的时候 是通通通的一锅 你会一直想要吃 一直想要吃那个肉油毯吗 一下子就把鱼肉给吃完了 就想说还要再点一锅的那种感觉 如果吃上以后就上面了 马清凌老家在哈尔滨 料理上来重油重咸 以黄豆酱香闻名 这种以麻辣汤头煮鱼肉的川菜料理 对马清凌来说非常新奇 药草好够纷纷香的时候 觉得它香气出来 跟花椒的那个香气出来的时候 你闻到你会觉得 哇 好香喔 从视觉到味觉都很抢戏 马清凌从此栽进百花齐放的香料世界里 其中这一位很是亲切 是老东北人的中秋团圆味 小的时候吃了橘子锅开来 拔晒干 酿成米干 然后就橘子皮 我们东北用橘子皮的 最多的地方就是月饼 东北的月饼它里面的馅料 就是橘子皮来做的 那像我爸爸的话 他是比较念旧 他就永远都是喜欢这种 橙皮馅的 一口麻辣痛快 靠得不只有橙皮 还需要各种香料层层堆叠 种类之多 马清凌一度很偷偷 不知道 我不知道花椒长的地理 还是长在树上 我真的不懂 不知道什么叫大红桃 以为是茶叶 那以五一三有一种叫 大红桃的茶叶 然后一听说大红桃 原来是说还有大红桃的花椒 这样肉扣 豆扣 炒扣 都是一个扣 然后长得有点像 都会拿出一条 花了好些时间从头学起 哪知道 认识香料只是川菜的鸡灯功 进到厨房才是严峻考验 一定要炒得好吃 就一定要炒得只够久 然后要让每一个香味 大家一个人炒得多 所以会觉得说 好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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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底下不要把它焦掉 就是最累的时候就想说 可不可以咱们有危害 趕快来救我一下 就是哪怕一个人走过来 我说帮忙我嚼两下 真的没有那种感觉 熬煮麻辣酱料 要花力气非手劲 又去处理余鲜 除了要挑战体育极限 还要克服心理阴影 都没有杀过鱼啊 因为那个小的时候 就是因为接触到鱼也少啊 最后有的时候 也每天炸鱼 炸鱼大到会怀疑 因为每天跟鱼打交道 你会觉得炸完鱼以后 整身全是臭鱼腥味啊 一到杀鱼的时候 然后鱼就会炒 好痛好痛的 然后会选择做谁做鱼 同校习惯吃猪肉鸡啊 至今闻不惯鱼鲜的气息 偏偏又着迷于 石斑鱼肉锅Q弹的口感 马青龄最终还是拿起个菜刀 亲手把关 那我吃到石斑鱼的时候 我就觉得 石斑鱼的肉怎么那么好吃 然后又没有很多醋 吃到一碗 吃到一碗 就是越吃越想吃 越吃越想吃 它的薄厚度要有很大讲究 鱼片是很大片 但是不能厚 但是它可以大片 大片吃到一口吃到一大片肉 这样很爽 水煮鱼片 每一片都很有份量 精精热量 酸酸甜甜的锅包肉 也是大块豪卖 这是哈尔滨的经典招牌 东北菜一定要吃豆豆菜 如果想吃真正的东北菜 就一定要吃锅包肉 因为只要是东北人 都知道锅包肉的杀菜 基本上家家户户户都会 都知道这道菜 只要我一回家 他会说 老妈就会说 我炸锅包肉给你吃 锅包肉有点类似糖醋里基 但对于肉片的身材 更有要求 东北人心目中的理想型 就该是这个块头 那真正做锅包肉 它的薄厚度 应该在硬币 一个硬币的厚度 那我 也有觉得台湾人 蛮爱吃肉的 在看外面的餐厅 都会有很多鸡排 猪脚 猪脚饭 都是属于肉来偏多的 那我想说 既然他们爱吃肉 我就把那个肉切的 相对的厚度 是两硬币的厚度 厚切肉片好爽气派 出场时也要身形挺搭 不能够软烂摊平 马清零的素形巧诀窍 就在这一锅热油里 这个锅包肉 一定要反复地炸冷水 你如果炸不好的话 它炒出来 就是塌下去 所以软 那如果炸好 炸成功的话 就是整个它是有立体感 然后堆起来 像堆高高的 像一只小山这样 看起来就很有心理 尽管身材鲜瘦 照样价势十足 马清零颠大锅拿大手 金黄肉片 瞬间裹上精量的糖醋 沈亮三甜很是讨喜 人气跟水煮鱼不相上下 当我炒完菜 每天走出去 然后走到客人桌前的时候 这就是老板娘啊 好吃 比个赞这样 真的蛮不错哦 好吃哦 然后它盘子都吃光了 那我看到盘子的光光了 我就很开心 就感觉很有成就感 从东北经典家乡味 到火拉拉的四川味 马清零的跨界滋味 到了台湾照样观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